OdioJungle 向前一个人就打了四个,其中穿闪犯六路围攻,徐向前向前至终以永胜,兼敌近十万人。1945年,朱正东北的人选有三人,陈毅、林、徐向前。而徐向前此时在养病,国民党五军军长邱清全,打得陈毅自动性辞华东主帅,军委会和党内会议已经批准徐向前朱正华东。 只不过临行前,徐向前再一次病倒,失去一次大展身手的绝好机会。1948年到1949年,徐向前以六万地方部队地方部队战斗力,还比不过解放军杂牌部队起家,解放山西,共兼敌三十万人。 这支部队诞生了著名的提定军旅,以及现阶段被称为天下第一旅的光荣的林坟旅。 徐向前向前在华北任副司令员兼任义兵团司令和政委,解放后被毛任命为总参谋长。 而华北司令员兼政委聂帅,被任命为副参谋长。 1950年,徐向前向前还是志愿军司令彭帅的替补,至于西路军全军覆灭,徐向前向前自己仅视为三点原因。 1. 西征目的不明确,半年内中央三次改变作战目的。 2. 中央对西路军统的过死,限制了指挥。 3. 和西走廊的特殊地形,使西路军前后行军三百多里,一字长蛇,不便集中优势兵力。 作战,共和国十大元帅徐向前其实西路军惨败还有很多原因,一比我兵力悬殊,二,为配合彭林作战,造成两千多伤员,这些伤员未能及时转移到陕北,西路军带着两千多伤员与马家军作战。 3. 打通国际交通线,属于和马家军墙底盘,而长征只是通过,地方军阀不会尽力围剿,即便是这些种种不利的因素,徐向前向前还是还是,消灭了马家军精锐的四万多骑兵部队,也使得马家军元气大伤。 马家军是当时国民党出席和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,尽管西征失败了,但是西路军为中央立足陕北赢得了宝贵的军事空间。 下面是徐向前向前创造解放军历史上的18个第一。 1. 红军时期,在国共两军的黄浦学生中,徐向前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观的,国民党军队中的黄浦升任职最高的也就是胡宗南,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,陈庚当时是师长,林彪不过是军团长。 2. 徐向前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,年近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,同时7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属他最年轻。 3. 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,就是徐向前指挥的双桥镇战役,活捉了岳雷俊,当时徐向前虽只是参谋长,但是军长矿季军,当时初来乍到写水平不行,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,主要都是依靠徐向前向前。 4. 徐向前指挥的苏家部大姐,是红军17岁,成功地为扁打人的第一光辉范例。 5. 反六路围攻,是红军战士上,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,徐向前以8万人对川军20余万,最后击溃川军20万,歼灭10万。 6. 在所有红军将领中,徐向前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,指挥红四方面军8万雄师,同一时期,彭德怀,林彪不过是个指挥一两万人的军团长,刘博成是总参谋长,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兵,素玉不过是一个军团参谋长。 6. 贺龙的二方面军人数及影响力,都远不及徐向前的四方面军,聂荣真是军团政委,罗荣环只是军团政治部主任,后来的华北十九兵团司令杨成武,当时不过是个团政委,还有许多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的兵团司令,开国后的上将,当时不过是团级干部,如黄永胜,韩先楚等。 而徐向前向前手下的团长团政委,恐怕最少有上百个。 7. 徐向前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。 8. 徐向前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,在中国战争史上,是徐向前第一次发明并成功实践。 9. 抗战中,徐向前指挥的响唐护战斗,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,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。 10. 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期,徐向前是八路军中指挥的部队人数最多,地位最高的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军事主官。 同时指挥山东、苏北、淮北各路共军,包括山东纵队和1150。 11. 临焚战役是解放战争,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。 12. 尽中战役,徐向前用6万人一个月坚敌10万,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的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,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之一。 13.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国民党军队设防最严密、阵地最坚固、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。 13. 同时,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解放军兵力,少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军约10万,国民党军队13万,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,却敢于主动攻城,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。 13. 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,解放军无不是兵力火力,皆占据绝对优势下财敢攻城。 14. 徐向前 向前用一年半的时间,用6万地方部队做本钱起家,圈间山西敌军近30万,这种投入产出比资本收益率,在解放战争中应该算是最高的。 15. 徐向前在解放军历史上,恐怕是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,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,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变了的军人,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人能破。 16. 徐向前在军中培养的门生弟子数量最多,势力最为庞大当然他从来不搞帮派,他指挥过的山头,包括了二野四方面军总指挥,129师副师长,一野闪干宁莲,防军副司令,四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,指挥过115师主力,三野指挥过山东纵队,后来,成为山东野战军,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。 许是有,聂凤志,王健安,华东九纵,27军等等,都是山东部队,北野十八兵团司令员,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,可见,解放军五个大山头,徐向前统统指挥过,说门生部署便全军实在不为过分,而且,他手下还出过一个国家主席李先念,一个总书记胡耀邦,以及陈希莲,后来的秦级位国防部长,刘华清十四, 四届政治局常委,军委副主席这样的经历,其他将帅谁有过,十七,林粉吕是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,十八,徐向前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经历最为丰富,长期屹立不倒的四朝元老,张国道, 毛泽东,华国锋,邓小平时代,许多老帅要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倒下,要不就是身体不行长期休养,只有徐向前一直都担任重要军职,只有念荣真差不多可以与他相比,一当年,徐向前向前越是应仗越向前公元, 1938年3月,徐向前向前指挥八路军在河北设县,至山西黎城公路设服,歼灭日军四百余人,毁车百八十辆,市卫享堂铺之战,抗战四十周年之际,年逾八十的徐向前向前亦当年战况, 新潮澎湃,严实为念,威威太行起狼烟,离射路爱隐攻闲,龙腾护月杀生镇,狼奔使突敌打寒,铺天火龙吞残鹿,从毛泽东晚年曾经于1972年,参加了陈毅追悼会,见到一些老,同志,意味深长地称,徐向前向前是个好人,这句话由衷地道出了毛泽东最后对徐向前向前的个人观点,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又经历了几十年的相处,毛泽东对徐向前向前的良好品格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,令人十分惋惜的是,他对徐向前向前品格的正确认识来得有些实了, 之所以这么说,是基于徐向前向前拥有的才干,更适合在战争年代发挥作用,只可惜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,不可能对徐向前向前有这样的认识, 以消除因为以前的原因对徐向前产生的疑问,毛泽东是决定聪明的,对历史的研究又是很精辟的,同时,因为徐向前向前以前的特殊经历, 在解放战争初期,毛对徐向前有防戒之心,也是不足为怪的,只是事情出在了徐向前向前这个军事才华出众品格优良的人身上, 就形成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无奈局面,由于此误的存在,给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, 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,付出了更大的代价,当我们回到解放战争初期, 对当时的战争全局,做一次全面的分析时,就会更加清楚的认识。